没必要过度解读解放军的飞机军舰进入日本的临海领空 因为日本已经失去了抗疫的理由 关于中国运九电子侦察机进入日本领空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中国外交部曾经回应说不希望这件事被过度解读 但到了今年的九月初又发生了中国海洋25号测量船进入路尔岛附近日本领海的事件 中方再次遭到日本外相的抗议 据报道我国的一艘海洋测量船进入到了路尔岛县外海的日本领海将近两个小时 日本派出了扫雷艇和反潜机在现场警戒监视 日本方面声称这是中国海军测量船第十次入侵日本领海 并认为中国的船只正在此地收集可供潜艇作战使用的敏感数据 正在北京访问的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二阶俊博 当面向中国方面表达了遗憾 要求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 一千人认为鉴于中国军舰配备有先进的导航设备 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较高 军舰再次进入日本领海不会是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 对此中国外交部再次给出了并非有意为之的答复 而中国国防部则再次强调 始终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 希望不要过度解读 接下来就是一个关键问题了 那么中国的海洋测量船有必要让日本惊讶和抗议吗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中国的科学考大船只不过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的相关规定 进行无害通过 日本的土嘎拉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中国船只过航该海峡是行驶过境通行权 完全属于正当合法 这样的场面与日本梁月号驱逐舰进入中国领海的情况并不相同 更不要说日本当时给书的解释也是程序错误 技术错误和无害通过 在过去节目中我们就提出过一个观点 日本人自己滥用无害通过权可能会导致其遭到反斥 因为日本原本就是一个群岛国家 有大量的国际海峡是中国海军各类作战平台可以穿行的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无害通过权穿行这些海峡 中国的海洋架沙船是否损害了日本的安全利益 这本身就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结果 并不等于中国有意为之 那么日本为何又强调中国船只侵入其领海呢 这在宣传上就是要树立中国军队非常强势 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的形象 进而争取更多的军费进行二次武装 这里面还有个潜台词 无分就是希望中国配合进行通报 再或者就是给中国船只通过日本的国际海峡立规矩 但是如果日本人忘了自由航行的原则对中国也有效 而且他们主动抗议中国的自由航行时 又等于在舆论战中输了一场 当年日本为了让美军自由航行 将几个重要海峡的领海范围内化了三海里 就为中国军舰和海洋调查团自由航行进入其十二海里而抗议 充分证明这个国家的奴性 那么接下来中国要做的不是做出解释 而是要不断的采取同样的行动 让日本人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中国海军有权利使用无害通过权 对此日本人没必要过度解读 也用不到抗议 因为这都不算是对梁月号事件的报复 中国压根就不必理会这样的抗议 如何利用国际法规定的权利来制衡日本 我们以后真的要好好努力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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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